我本來早上提案是法律與它的產地 但後來發現就是跟童話中央太無關了 所以臨時就決定換一個 然後立刻改 對,我就決定換一個 因為剛突然想到的 因為昨天我們走營農古道的時候 就有討論到其實那邊有很多房子 是什麼台北人跑來蓋什麼的 然後有一些可能是違建或什麼的 那其實政府那邊都有一些什麼土地利用調查 或是各種都市計劃說這個地方是要幹嘛用的 但那個資料其實大家都很難去瀏覽 很難知道說譬如說這塊土地就是幹嘛用 或這塊土地過去十年是做什麼的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們來做一個就是手機的APP或手機網頁 就是我手機一打開 我看我現在這個位置 它過去到底土地利用到是幹嘛的 然後政府這邊其實有一些WNS 例如說我看一下這個 就是有一些地圖塗層 那個地圖塗層就是說 你可以直接用秀地圖來看說 它這個那個土地的顏色是代表 如果什麼綠色有點像是住宅區 然後黃色是什麼工業區之類的 有點像是模擬城市的那種 土地設計一樣 然後所以今天其實想做的事情就是說 因為那個圖磚都是公開的 所以比如說苗栗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它的圖枝 圖層設定 然後這邊可以增加一個土地利用 國土利用調查 然後這邊就有很多不同的利用 比如說是農業還是森林還是什麼的 然後也都會有說它定義的顏色 比如說什麼色碼是代表什麼用途 所以可以靠那個色碼來判斷說 它的用途是什麼 然後 所以例如說我來看一下農 這個總染弄上去 它的地圖就秀出來了 然後 所以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想寫個程式 然後這個程式就是 譬如說我現在在這個位置 那我就去這個位置的經緯度 去查它在地圖上是什麼顏色 然後把那個顏色對應到它色碼對應的用途 然後我就直接秀給使用者看說 這個色碼對應用途是它可能是 什麼農業 可能是什麼 天然針葉樹林 什麼之類的 我就告訴你說 這個地方在政府的登記是這個用途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人是不是有違反它的用途 或是怎麼樣 就把這些資訊秀出來 那這個需要大家幫忙的地方就是 因為 像這種色碼表 其實它都是這種土檔 所以我們需要靠人工把這個土檔 轉換回它的對應表 就是譬如說 那個色碼是102255010 表示它是農業使用土地 就需要靠人工整理這個東西 那我還負責就是 誠實的部分就是 我有經緯度 我去對那個地方的色碼是什麼 那這樣子合起來 就可以得到說 這個土地是幹嘛的 好這就是今天的專案 謝謝樂器